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恩宇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在廣東沿岸雲量比較少 在廣東內陸會見到有一道雲帶 跟一道冷風相關 看遠一點 在雷宋附近見到一個螺旋形狀的雲團 這就是強烈熱帶風暴海鷗 我們預計海鷗今明兩日會移向雷宋海峽一帶 之後受到北面來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它就會轉向西南移動 並且逐漸減弱為一個低壓區 我們看看本地天氣 今天下午天氣都不錯 各區的最高氣溫都在28度或以上 我們見到長洲更加錄得31度的高溫 不過情況在今晚就有所轉變 我們見到在內陸的一道冷風 我們預計它會在今晚橫過沿岸地區 隨後的一些強烈東北季後風 就會逐漸影響著我們 這個強烈東北季後風 就會主要為我們帶來一些北風 以及這些綠色的氣團 即是代表著天氣清涼 所以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會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明天早上天氣清涼 市區最低氣溫會在17度左右 新界會再低2、3度 日間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3度 風方面會吹和緩至清淨的偏北風 離岸會間中吹強風 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早上的2、3天 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 留意星期三早上仍然會是天氣較亮 市區最低氣溫都會在18度左右 受到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現在一早一晚都會是比較涼 如果市民外出的話 就記得要穿件外套 以免著涼 這節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再見